这几天,中国到东盟外长会议,正在新加坡召开,中国提出与东盟国家举行定期联合军演等活动,但将与外国家排除在外,并得到了东盟国家的支持。 8月4日,出席会议的外交部长王毅对媒体表示,一些与外国家,主要是美国,把大规模的战略性武器频繁开进本区域,尤其是南海地区,在这个地区耀武扬威,面对这种不断增强的军事压力,包括中国在内的地区国家,当然要履行我们的自保权和自卫权,构建一些防御性设施,除了南海问题的表态。 王毅会后接受媒体采访的一段小插曲也引发关注,中国日报的视频显示,王毅正在接受媒体群访,然后NHK的记者提问了,这就被逮到了吧。 王毅听到回答,后的第一反应是,我正好要找你们。 王毅立刻指出,NHK第一天报道的消息不准确,原来,8月2日,中国到东盟外长会议第一天,NHK的报道中提到,东盟外长联合声明中可能会针对中国在南海活动,使用关切concern一词。 王毅表示,明明之前就一直表示关切啊,错误指出来了,王毅也不忘提醒一句,发文章之前一定要shack检查,被提点的日本记者小哥连忙回了句,不是我写稿的。 现场顿时笑声一片,网友也忍俊不禁,还有眼尖的网友发现了角落里的华春莹,华姐姐也被逗得很开心啊,要知道,毕竟咱们的王毅外长,可是当过三年的驻日大使,跟日本媒体可莫少打交道。 2006年2月8日,在位于日本首都东京的中国驻日大使馆,时任中国驻日本大使王毅佐,在新春招待会上发表演说,新华社记者马亭社,这一波亲自下场改稿,就问你服不服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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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